hello大家好我是RT 七大罪是现今动漫已经用到烂掉的素材 几乎在很多动漫作品甚至游戏之中都可以看到七大罪的踪迹 而七大罪原本是天主教教义中对人类恶行的分类 但是七大罪演化至今已经普遍的被定义为大众最常见的那七罪 依序排列的严重程度为 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石射玉 殊不知射玉和暴石居然是里面最轻的两个 毕竟繁衍后代跟吃本来就是生物的本能 那《身材千金记》里所写的保暖私营预课不是随便说说的 不过凡事多了就伤身了啊 切记切记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有哪些动漫出现过七大罪吧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当哟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倍饮料 不不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呦 那么最为人所知的七大罪动漫题材 就不得不提这部直接用七大罪命名的作品了 没错他们的愤怒之最主角顶的不是第一严重的傲慢 而是愤怒 战力也是里面相当强的存在 一周全反击几乎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毕竟主角是永远不可能死的嘛 甚至他还要在剧中非常频繁的兼顾色域之最该做的事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矮了 再来就是排名第二的极度之最戴安娜 全长900公分 把他们金恩直接抓起来塞进去也完全不是问题 至于要塞到哪里去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他虽然是排名第二的极度之最 战力却不是那么的强大 基本上就是拿来摄有观众的存在之一 而那个顶着最严重的傲慢之最的就是他们的艾斯卡诺 也是本作中最晚出现的七大罪成员 那个战力更是不用说了 顶着最强的傲慢肯定是有让他能横着走的傲慢之一 平常是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中年人 不过只限于晚上 只要太阳一升起 他就会变成全身肌肉的静漏中年傲慢大叔 除了变帅变威武以外 身体还可以到达甚百公分 那个某方面有没有变成30公分就无从得知了 还有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集一出 那二个战力还会瞬间超越咱们的美丽欧达斯 再来就是怠惰之最金恩 整天抱着枕头飞来飞去的妖精王 战力由于开场就拿着神兵利器 所以开局相当的强 还是咱们戴安娜的疯狂挠粉 再来便是贪婪之最班 别看他一身放荡不羁的造型 他其实是个心好男人 烧了一手比团长好的菜 不过做菜要比团长差的人 普天之下还真找不到 拥有不始之身 还可以抢夺别人的力量的设定 还蛮有趣的 然后是暴食之最马林 全剧中最不知减点的妹子 整天穿着中空的服装 实在是厚颜无耻 不过我喜欢 你别看他的肉体年龄 好像有30岁 他的真实肉体 其实一直冷冻在12岁的阶段 但是他的年龄又有3000岁 十二为何法罗利 十二为30岁的大姐姐 一机两用实在是太方便了 最后就是传说中的 涉郁之最 戈塞尔 结果就是本作中 外表最不涉郁的一位 而他最符合涉郁的表现 大概就只有 常常不穿衣服而已了 作为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人吼 称他为追寻涉郁真体之人 还比较合适 那么下一部作品 同样也是家喻户晓的 吕丛林开始的 把妹生活 不用我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本剧围绕的主轴 就是传说中的七罪魔女 排行第二的极度魔女 沙提拉 却是剧中战力最强的魔女 甚至强到 还可以毁灭时间的地步 这么486之所以 能够无视保安 死了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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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拜他所赐 而这么人人都想来一杯的多纳茶 就是传说中的贪婪魔女 对之是极度贪婪的化身 而排行老大的傲慢魔女提风 硬是被设计成了小麦皮肤的绿法罗莉 还真的是七魔女中年龄最小的 不过你别看他人小小一只制裁起罪人来 那可是毫无手软的 而这个愤怒魔女本来应该是要整天发神经的 在这里被设计成了七魔女里 心地最善良的一位 但是在动画里却是一个金发傲娇妹 同时巨儒的属性也是我的最爱 全老婆就是要选这种的 而那个暴石魔女达弗尼 不得不说那个服装第一眼看到 就像中间没穿一样 而这个被囚禁在百图观里的设定 代表着他不能触碰也不能对视 否则是会出大事的啊 我看这妹子的战力才是最可怕的吧 而咱们最受众人喜欢的怠惰师纪 他老板就是这个赛赫麦特 那个胸前的压力着实不输愤怒魔女 你看看他都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趴在了地上 让我看了都恨不得想为他分忧 不知道你们还缺不缺怠惰主教呢 最后一位就是一点都不涉愈的涉愈魔女蜜拉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纯情少女 甚至还常常被其他魔女欺负 这两部作品最不符合称号的好像都是涉愈啊 接下来就是家庭教师里的暗杀部队 瓦丽安 还开始登场的时候其实也有七大队的属性 而其中愤怒之罪似乎最常被拿来当老大 也就是咱们的Sanchos 然后才是专业打手傲慢的是Quaro 而他们的名字除了老大以外 其实全都是意大利语里的七大队名词 带多了Belfigor 贪婪的Memern 色域的Russuria 暴食的Mosca 嫉妒的李维坛 然后就是天使禁猎区 一部1994年开始连载的漫画 内容涉及的宗教与乱伦的少女漫画 里面的七君主全部都是以七大队匹配的恶魔命名 跟前面的瓦利亚命名有87%像 然后是Soulu Ita里面有那么一本爱芳之书 就像宝贝球一样想把谁关在里面都可以 而这本书中就有七个章节 分别代表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 再来就是咱们童年神作数码宝贝 也有那么个奇魔王 代表傲慢的光明兽堕落形态 在数码宝贝灵世无限地带里登场 然后又在数码宝贝灵无拯救者中出场 可见其人气还不错 接着是代表嫉妒的利维亚兽 其实就是只鳄鱼来着 然后是在数码宝贝大冒险02就出现的旧级魔兽 最终被帝皇龙甲兽战事形态封印后 就只准出现在游戏里了 那是代表怠惰了贝尔菲兽 一开始都是处于睡眠形态 但是光他的打憨声 就可以把旁边的数码宝贝们都变成鳄龙兽 愤怒形态则是出现在数码宝贝拯救者里 也是相当的强悍 然后才是掌管贪婪的巴尔巴兽 全七大魔王里唯一由长脑子的一只数码兽 同样出现在拯救哲力 不过最聪明还是要被咱们主角队打成智障 而那个掌管暴食的别西普兽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惰天地狱兽 只能说命名的人真的很会 别西普变成惰天地狱兽 一听就中二的相当煞气 其高人气也让他从灵山训兽狮之王出现后 又出现在后续的两部作品里 可说是七大魔王里出场最多的一只 最后就是传说中的色域粒粒狮兽 这个造型就比较符合咱们的色域之坠了 而他为什么没有超高人气 肯定是因为穿的还是太多了 再来就是Tranity 7魔道书七十者 看这个七就知道是什么七了 代表七大坠的七人魔法式 我们就只看那个代表色域的到底符不符合其身份 看看这个浅见粒粒狮 连名字都那么的一看就懂 那个胸前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让人一看就懂 穿最少的怠惰夏洛克 也就服装能跟他一拼而已 这位我给八十分 那就是召唤恶魔里的智障恶魔们 我就问你 特不讨厌请 然后是境界上的地平线 这部就比较特殊一点 是以八种罪行来做设定 而且还是拿来制造剧中的神格武装 其名为大罪武装 其实也就只是在七大罪里又加了一个悲叹之罪 然后将射狱改成虚龙而已 毕竟本作里面的妹子堪称全员射狱 也就不需要射狱之罪了 再来又是大家恶熟能详的钢之炼金术师 里面的人造人全部都是以七大罪作为代表 这边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了 而海貌名气之时里面也有那么个炼狱七姐妹 亲爱黄金魔女阿贝朵利切手下的高级庸人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程度才符合他们七大罪恶魔的称号 最后就是传说中的性七大罪 虽然是以七大罪分别代表 但是这画面怎么看根本就是七色欲啊 七大罪什么的根本就没有 这边只有射狱之罪 再加上他们的十对头七美德 根本就是double seven色欲了好吗 七大罪什么的根本就不需要 我的世界里只要有射狱就足够了 果然这里才是属于我的理想箱啊 动关下来傲慢通常都会是战力最强的那位 极度大部分都在打酱油 只有瑞琳是战力最强的代表 排行第三的愤怒常常是当队长的角色 怠惰就真的每个都很怠惰 贪婪可说是最好权势的角色 什么都可以贪 暴时通常都跟大卫王画上等号 不然就会是一只苍蝇 射狱则是很多角色一点都不射狱 那么今天的盘点就到这边 还有很多跟七大罪有关的动漫设定没有提到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我是RT 瑟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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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